接著我們看到107會考題第二十二題 圖形上有兩個圓以此外切 中間L是它的公切線 那麼這邊會畫出兩條線 AB以及C珠相較於P點在L上 那麼接著根據題目的意思 它告訴我們AP等於10 我們將它標出來AP要等於10 CP等於9我們將它標上9 接著呢題目要比較一些角度的關係 AB選項都在比較PB珠和PAC之間的關係 我們先將這兩個角標出來 叫PB珠 我們在這裡PB珠 再來PAC在這邊我打上XX符號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想辦法來比較了 PB珠它是一個圓周角 圓周角會是它對應弧的一半 所以P珠弧應該就是兩個圈圈的弧度 好那麼接下來呢 L與P珠剛好形成了一件事情 它是一個弦切角 對吧 弦切角 那麼弦切角是它夾弧的一半 我們剛剛說了圓周角為圈圈 所對應弧就是兩個圈圈 那麼這個弦切角又是這個夾弧的一半 所以說這個角度就是圈圈圈 所以說這個角為圈圈圈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再看到XX的部分 一樣的這個XX為CAP的角度 那麼這個角CAP它當然又是一個圓周角 圓周角又是它對應弧的一半 所以說我們可以知道CP弧就會是兩個XX 那麼接著呢 我們再來將CP與L線夾起來 這就是一個弦切角 弦切角是它夾弧的一半 所以又來囉 我們可以知道CAP圓周角是對應弧的一半 所以對應弧為2XX 先切角是夾弧的一半 所以說2XX的一半 也就代表說這個角度為XX 接著我們觀察L線與C珠線 所夾出來的角 剛好就是圈圈和XX對頂角 對頂角會怎麼樣 會相等 所以我們得到一件事情 圈圈等於XX 那麼圈圈和XX的角度相等 也就代表說角PB珠 等於角PAC 所以說AB選項都不能選 因為中間他們不大於也不小於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等於的 接下來C珠選項要比較的是PB珠還有P珠B PB珠與P珠B 那麼我們先將它畫上一些不一樣的符號 這裡我打上三角形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知道這裡是圈圈 那麼這個角應該也可以改為圈圈了吧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了 這兩個角是一樣的 我們知道這兩個角是一樣大之後呢 我們再看到這兩個對頂角也一樣大 那麼這個PAC三角形和P珠三角形就會相似了嘛 為什麼相似呢 因為兩個對應角相等 AA相似性質 所以兩個三角形既然相似對應角就會相等 所以這個三角形這裡也會等於三角形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用過去學過的大邊對大角 小邊對小角 我們可以知道 10的對應角為三角形 9的對應角為圈圈 所以三角形會大於圈圈 那麼回來這邊的三角形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三角形大於圈圈的話 也就代表P珠B比PB珠來的大角 P珠B大於角PB珠 也就是選項的第四個 所以說答案選珠